立位记第十八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从前住过的埃及地 那里的居民的行为 你们不可随从 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 那里的居民的行为 你们也不可仿效 你们不可跟随他们的风俗行 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 谨守我的律例 要遵照奉行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 人应该遵行这些 按照他们生活 我是耶和华 你们任何人都不可亲近骨肉之亲 揭露他的下体 我是耶和华 你不可揭露你父亲的下体 就是你母亲的下体 他是你的母亲 你不可揭露他的下体 你父亲的妻子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 那本是你父亲的下体 你姐妹的下体 无论是异母同父的 或是异父同母的 是在家里生的 或是在外面生的 你都不可揭露他们的下体 你的孙女 或是你的外孙女的下体 你都不可揭露 因为他们的下体 就是你自己的下体 你的继母 为你父亲所生的女儿的下体 是你的妹妹 你不可揭露她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你姑母的下体 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 你不可揭露你姨母的下体 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 你不可揭露你赎伯的下体 不可亲近她的妻子 她本是你的神母 你不可揭露你儿媳的下体 她是你儿子的妻子 你不可揭露她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你兄弟妻子的下体 那本是你兄弟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一个妇人的下体 又揭露她女儿的下体 不可娶她的孙女 或是她的外孙女 揭露她的下体 他们是骨肉之亲 这是丑恶的事 妻子还活着的时候 你不可另娶她的姐妹 做她的情敌 揭露她的下体 在污秽不结中的妇女 你不可亲近她 揭露她的下体 你不可与你同伴的妻子私通 因她而玷污自己 你不可把你的儿子 献给摩洛 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 你不可与男人同睡交合 像与女人同睡交合一样 这是可赠的事 你不可与任何走兽同睡交合 因她而玷污自己 女人也不可站在走兽面前 与她交合 这是逆性的事 你们不可让这些事的任何一件 玷污自己 因为我将要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的各族 就是被这些事玷污了自己 连地也被玷污 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 那地就把居民吐出去 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 这一切可赠的事 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 一件都不可做 因为在你们以前住在那地的人 行了这一切可赠的事就玷污了自己 免得你们玷污那地 那地就把你们吐出去 像吐出了在你们以前的各民族一样 无论什么人 行了一件这些可赠的事 必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 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吩咐 免得你们行那些可赠的风俗 就是你们以前的人所行的 玷污了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最后一件事 都很感roů 就是那个手带 的手带 大家都看着你 是什么 问题